我的品牌帶到柬埔寨 然後其實這個是我一個很大的願望 本來有一個想法把它去發揚光大 然後現在變成一無所有 好不容易從死裡逃生 哈利回鄉起來依舊心有餘悸 原本開在台中的早午餐店 跟麵包店 瞬間化為烏有 因為一年多前有網友假記要加盟 把它騙到柬埔寨 也因此落入人蛇集團的陷阱 那邊從事業務當中 因為我比較特殊 被轉賣掉第二個園區的時候 其實是從事獲警單位 然後做一些伙食上的單位 在柬埔寨受困的一年間 他被轉賣到三個地方 分別在波哥山 凱博園區 跟金水園區待過 今年6月初他跟同伴得知 將被轉賣到緬甸國桿老街 我們心裡就很不安 因為只要去那邊是一定不用回來 加上我本身的護照被扣押走了 我根本就很難脫離 而且是脫渡過去的 他們幹部的一些手機當中 就是透過這個手機鐵下來 於是他趁著15分鐘放風時間偷偷溜走 並且聯繫上台灣刑事局國際科 在Gasso國際屋待了一個月 7月1號才終於回到台灣 他一到園區就被控制住 所以他沒有手機 沒有護照 什麼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算說他們真的有辦法 對外求援好了 是不會有人去相信他 哈利被轉移到柬埔寨 累積了很多簽證與期費 各種費用多達台幣20萬元 而他失聯一年多 家人感到不諒解 甚至以為他的求救訊號 是詐騙集團偽裝的 幸好透過Gasso反詐組織 才聯繫上台灣立委 終於抽到回台罰金 雖然一手經營的品牌沒了 但至少人能平安回來 7月1日新聞 賴崇龍 陳鴻 羅伊心裡 蔡影台中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